你怎么那么忙啊 都干了什么呀 你等一下啊 有电话进来 您好 请讲 要哪里 好 请稍等 电话也接通 请讲 喂 等久了吧 我这么老是打电话给你 你不会的人不说你吧 没关系 指导员和我关系好 他不会说我的 喝茶 好好好 那你们聊着 好好 张秋啊 看来刘伟 还没有跟你们说明这个情况 战胜也在我这里 什么 战胜也在这儿 是 这么说 他们俩一直在一起啊 怎么会是这样呢 当初战胜来找我 说明刘伟的情况 我没有多想 一位都是老战友的孩子 想在部队里边找个伴 这并非是坏事 正好呢 刘伯也新鸣集训解锁 就把他调了过来 怪不得这刘伴 不让我跟你提他的事 弄了半天 这俩孩子为了凑到一块 还使了那么多鬼心眼 没有 我就想跟你说一声 今天我爸来了 现在已经从我这儿走了 他说他要到刘司令那儿去一下 我爸他去了之后 就会问起我调到这儿的事 那他不知道我们俩是病了吗 那又怎么样 就算你爸知道你在这儿 他总不能再把你从这儿 调到其他部队里面 不行 必须得把他们分开 这样下去 对他们没有一点好处 老邱啊 我以为这件事情 你需要冷静思考一下 这事啊 现在看起来 对这俩孩子是显得粗暴一点 但是我到现在还那么认为 我当初的做法是正确的 我做的都是为他们好 我相信若干年以后 他们会明白 我这样做的道理 老刘啊 解铃还需寄铃人 这个忙你还是对方 老邱啊 关于刘北调动的事 你回去还是和小刘商量一下 订了之后呢 给我打个电话 这事儿既然咱们说订的办 还是商量一下就好了 毕竟是孩子母亲嘛 他也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 好 老刘啊 在孩子调动之前啊 你得替我好好管管他 你现在是刘北的司令 你的话比我管用 老邱 你就放心吧 好 多保重啊 好好好 再见啊 再见 再见啊 好好好 回去吧 带我们向邱上问好 好 来来来 好好好 哎呀 刘北脸啊晒黑了 主要是被那边的风吹的 是吧 西北的风啊硬 不过孩子看起来倒是很健康 哎 他有没有问起我呀 问什么 问我什么都行啊 他有没有问我 好像没有 嗯 孩子问啊 你有没有在跟我吵架 谁跟你吵架 孩子随便问问 就问最近我们有没有吵架 哦 倒成了我跟你吵架了 哎呀 孩子大了嘛 表示对我们关心 哎 在你眼里 是不是每次都是我在找你吵啊 啊 哎 你怎么了 哎呦 没怎么呀 我就想问问清楚 是不是这样 这种事情怎么能说 谁要跟谁吵呢 夫妻间有什么问题啊 完全可以好好说嘛 有什么意见呢 也可以开诚不公地提 完全没必要 用争吵的方法来解决 是不是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啊 我们俩是多了一点 不必要的争吵 当然 也许啊 你对我有意见 对 我是对你有意见 你老是说我找你吵 咱们今天要把这事情给说清楚 行吧行吧 即便你真的对我有意见 那咱们改天好好谈啊 不行 就今天谈 今天谈出来我才能痛快 那好 那就今天谈 你说吧 好 首先啊 咱们谈谈刘北和战深的事情 对了 有件事我告诉你 你不要打断我 我必须打断 你看看 你老是说我跟你吵 咱俩到底谁跟谁吵啊 你连我的话都不让我说完 不是 有件事啊 咱们被蒙在鼓里 你知道吗 刘北和战深现在在一个部队 他们俩在一起 在一起 什么意思啊 战深通过老刘关系 把刘北调到他们的部队 那这不是挺好的吗 好 两家大人飞了半天劲 不就想把俩孩子给分开吗 这倒好 最后还是让他们给得逞 邱云飞 我真的不明白 你为什么总是在刘北和战深的事情 大动干戈呢 两个孩子打小一块长大 我们呢 还给他订了娃娃亲 虽然是句玩笑话 但至少说明我们两家关系非常好 非常喜欢这俩孩子 如果这两个孩子看不上眼 那就算了 现在他们这么投缘 彼此看上眼了 让他们在一起不是挺好的吗 你为什么一开始 就一门心思地反对呢 我当然要反对了 而且坚决反对 那你说啥理由 理由太充分了 第一 早恋会对孩子一生 产生消极影响 这不用我说了吗 第二 刘北是一个好学向上的孩子 他一定会考上军校 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而战身呢 连高中都没毕业了 行了行了 又是你条高调的 高中没毕业怎么了 高中没毕业人 将来做了你的女婿 你是不是觉得让你丢人呢 怎么是我丢人呢 我是替孩子考虑的 你想孩子现在还小 他们能看多远 这就需要我们家长来替他们看 既然我们已经看出 他们俩孩子有差异 是不是 你说这俩孩子 将来要是真能走到一起 能走多少 这都是让人担心的事啊 在孩子的事情上啊 不是你觉得为孩子好就行 你还得要问问孩子他们怎么想 可是你问过吗 你从来都没问我孩子他们怎么想 他们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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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能怎么想 他们能怎么想 他现在这个年龄能想明白吗 我们要不是多活了几十年 我们也想不明白 他现在这个年龄 有些事情 就必须是我们父母来替他做主 要不然他就别做我女儿了